我是一部M3 在1960年出生 絕大部份都是銀色 只有我和249部 是黑色 當時我並不喜歡 我的外觀 因為其他的M3都是銀色 他們很閃爍 相反 我就變得很不起眼 因為這樣往往 還被人忽視 當時我離開了Wesler Lyka的工廠之後 就去到一間 英國的報館工作 我第一個主人 是一個資深的記者 他主要負責 突發的新聞 每次執行任務 我主人都會 非常認真 和專注 為了拍到當時發生的事情 他會把最真實的一刻 記錄下來 其他事情其實他都很少來 他選擇好目標 他會選擇好 調整好正確的光圈 快門 和焦點 按下快門那一刻 我就馬上把當時發生的事情 立即記錄在菲林上面 我們之間就是這樣 建立了一個拍檔的關係 每次拍攝 基本上我都不會令他失望 主人經常為了拍攝到好的相片 都會不顧一切 有時會在我身上 留下傷痕 當時真的很痛 我都會怪他 主人為何你沒有理會我的感受呢 但回看 原來主人為了保護我 傷痕比我更加嚴重 我明白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怪他了 每日下班之前 他都會幫我清潔 檢查一次 確保可以應付明天的工作 主人不斷努力的工作 我們拍攝到很多重要的相片 而且還得過最佳新聞相片大獎 在頒獎台上 主人更多謝我精準 和可以信賴 當時我覺得自己的犧牲 和付出是真的值得的 原來我不單止把影像 記錄在菲林上面 我的身體還記錄了 過往的經歷和痕跡 當我黑亮的油漆 磨去的時候 會露出黃銅的顏色 就好像用黃金 把相機的線條勾畫出來 那種感覺 就不是一般相機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主人已經退休了 我去到一個收藏家的家 已經很久沒有在陽光之下 展露我昔入的光網 其實我還是操作正常的 和當初都沒有什麼分別 和當初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都是喜歡以前的生活 可以和主人在外面衝鋒陷陣 現在我才知道 我污漆漆的外表 是為了在拍攝的時候 惹人注目 方便主人拍攝 現在我對自己的外表非常滿意 而且身價還比銀色的高 我不可以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希望有人可以明白我的心思 是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